好久没有看葡萄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葡萄 来看这个葡萄是不是长大了很多 我不是给你做了牵引吗 为什么要往这边跑 不往这个上面跑 这么高了 如果牵引一下 那要不了多久得给它织网了 这个天气一热 这个葡萄长得就是快 哇这个葡萄 现在来帮你一下 给你牵引到这个竹子上去 要听话啊往上爬 再来看一下前几天挪了位置的 这个猕猴桃 哇这个猕猴桃 适应能力很强哦 它的这个嫩牙 自己都爬到了这个竹子南山上面去了 还担心它适应不了 看样子是我多虑了 再来小苏果区看一下 草莓一个一个都长得很精神哦 主要来看一下这个西瓜 哇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西瓜给它种到了这一个种植袋里面之后 这个叶子绿了很多 而且还长高了很多 啊感觉都快要开花了 所以啊这个移栽的太迟了 如果要是移栽的更早一点的话 可能它现在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然后秋葵 秋葵也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对肥的需求就很大了 像我的这个小苏果区 现在这一些蔬菜啊之类的都有点 限制它生长了 就是缺营养 得给它调一点 这个营养液来喷一下 但是自己吃的 那就得喷有机的营养液咯 调了一壶有机营养液 现在就来喷 具体是什么营养液就先不分享 因为这个营养液我也没有试过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如果效果好的话 再把它分享给大家 这个韭菜都有点停滞生长了 再喷一点 还有这个葱 香葱 我等了很久的这个生菜 我还想拿这个生菜包烤着这五花肉吃呢 感觉要等得黄花菜都凉了 等了这么久 怪我怪我不给你们补充营养 还有这个剥了很久的这个线菜 好像终于长出真叶来了 还有这个紫苏 长得也好慢哦 竹筒花架里面的生菜长得还不错哦 都挺大的 给它们来一点 用这个竹筒花架种这个生菜的话 浇水就要更勤快一点 因为它里面的土比较的少 所以干起来特别的快 稍不留成可能就容易晒粘 现在太阳这么烈 蓝莓也给它们喷一下 它们的长势还是很快的 只不过它现在结的果太少了 都被我给遗忘掉了 所以都没怎么给它施过肥 可以说是只埋了这个长啸肥 都没有给它施过素啸肥 要检讨要检讨 今年不好好的耕耘 明年哪来的给你长很多果子给你吃啊 这个付出才会有收获 以后我会好好带你哈 明年多给我长一点蓝莓 看这一盆的话好像 这一盆好像连长啸肥都没给它买 所以叶子的话都没那么绿 长得这么茂盛 还有这一个无花果 这一盆的话这个叶子比较黄 可能也和品种有关系 这一盆的话叶子就比较的绿 在这个地方怪憋屈的 因为这里的圣女果株心太高了 把他们压在里面的话都没什么光照 想要让他们长得更好的话 明天给它换一个阳光更充足的地方去 这一盆土豆苗 这个叶子继续被这个虫子给吃的 现在都啃得不像一样了 这一片的话都全部黄掉了 大家看 坏可怜的 因为这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好肥哦 我感觉它下不去手了 大家看 哇 这么肥一个 而且经常会有虫子过来缠乱 可以说是掐也掐不完 好在这个土豆已经结了很多喽 稍微挖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哎 土豆 哇 看到没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 过一阵子我就把它给收了吧 这个土豆还是很好养的 就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要 刚开始要更浅一点 后面再多加土 这样的话土豆才结得多 这种虫子在我的这个土豆苗上面残卵 长大之后又来祸害我的水果黄瓜了 把你给掐死去 不要吃 别跑 这种上海 就是要一直没放来 就在这种水果里 现在是大约的水果里 所以说我最喜欢的水果里 真的不是不泡船 不是不泡船 你 我回头就你 回头 就回车 这种是 Russ